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4月9日 今天这个视频来讲一下如何优雅地录checking和saving的奖励 那首先来介绍一下checking account和saving account的功能 那checking account又叫做支票账户 那顾名思义,checking account是可以用来写支票的 然后呢,如果你有一个checking account的话 银行一般会给你一张debit card,借机卡 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借机卡来日常刷卡消费 或者在ATM取现金 那你消费或者取现金扣的钱呢,是从checking account里面扣的 还有呢,就是可以用来付账单和还信用卡 因为有一些账单是不允许刷信用卡 或者是用信用卡的话会有额外的手续费 那这个时候呢,用checking account来付钱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saving account saving account又叫做储蓄账户 那所以说它是有利率的 但美国绝大多数的银行 它的saving account它的利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0.05%到0.1%左右 那我们叫做羞辱性利率 当然也有一些saving account它的利率非常高 我记得我有过一个saving account最高的利率到4.5% saving account和checking account一样 都是有自己的routing number和account number 是可以用来付账单和还信用卡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saving account每个月前免费转出是有次数限制的 一般来说是6次 那6次以上的话就要收一笔手续费 大家如果用saving account还钱的话 那就不要抄了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同一个银行的saving account和checking account是可以link在一起的 那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的一个是 美国绝大多数银行的saving account的利率都是羞辱性的 那为什么有checking account还要办一个saving account呢 后来有一次我去开账户的时候 那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讲 很多美国人他们没有信用卡 他们是用debit卡消费的 那checking account里面的钱呢 不会很多 那他们绝大多数钱都在saving account里面 那如果万一这个checking account被盗了以后呢 那损失的就是checking account里面的一小部分钱 他们的绝大多数钱放在saving account里面还是安全的 那如果checking account里面的钱不够的话呢 saving account里面可以自动转钱到 checking account里面 所以说这大概就是saving account存在的意义吧 那对铺卡族来说的话呢 checking account和saving account都是有铺点的 那铺checking和saving account的bonus 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 那常见的一些条件 对于checking account来说的话呢 是多少天内direct deposit 多少钱 然后呢给多少的奖励 然后呢还有一种呢 是多少天内用debit卡消费 多少然后给多少的奖励 那对saving account来说呢 是多少天内存入多少钱 然后并放满多少天 然后给多少奖励 还有种核外的奖励呢 就是你checking和saving一起开的话呢 还会多给多少钱的奖励 那什么叫direct deposit呢 那一般来说啊 工资 社会救济 退休金和政府福利 这四种类钱的收入 直接打入银行账户的操作 叫做direct deposit 现金存款存款存支票 自己的银行账户 兼转账 其他个人转来的转账 都不算做direct deposit 那还有一种呢 叫做fake direct deposit 就是假的direct deposit 可以通过paypal 或者其他checking account 转账来实现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 那录这个奖励的一些tip 首先来说呢 是你的报税身份 那如果你是non-resident alien 你必须去实体银行去开 然后呢 你需要填一张W8EN表 然后如果你的报税身份 是resident alien 或者是citizen的话呢 那你可以去brunch开 或者网上开 你要填了表了 是W9表 那什么叫non-resident alien 和resident alien 那这个我们以后的视频会讲 还有呢 有些checking和saving account 是有月费的 你要注意啊 如何避免账户被收月费 不要被返路了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early termination fee 就是你开完账户 拿到奖励以后 如果你立即关账户的话 有些银行会 收一笔罚款 那也有些银行 是没有early termination fee的 这个大家 录checking和saving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那查哪些银行 有checking和saving奖励呢 我们可以google doctor of credit checking bonus 那我在google里面输入 doctor of credit checking bonus 然后点开了 就是这么一个网页 还是显示的是 2021年4月 一些比较好的银行账户的奖励 这个东西呢 它差不多每个月都更新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它有best checking account bonus 有best saving account bonus 然后best business bank bonus 这些都是全国性的银行 还有一些呢 是地区银行 只有只限几个州才有的 这个bonus 是best state specific bonus 那我所在的麻省呢 Citizen bank 有个400块钱的checking bonus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那点进去我们就看到啊 这个是直接连接到银行的一个链接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doctor of credit 它是怎么写的 那个最高的有400块钱奖励 哪些州可以 然后需要500块钱的direct deposit 然后呢 月费呢是9块9毛9啊 但是是可以避免的 然后没有early account termination fee 然后截止时间是2020年11月26号 但是最近好像又延期了 它是写啊 如果你要拿300块钱的那个bonus呢 你必须得在60天内啊 direct deposit500块钱 然后还有额外的100块钱呢 是你用debit card每刷一次 会有两块钱的bonus 然后呢 它这里是一些其他一些tips了 我就不读了 然后怎么样啊 避免被收月费 然后呢 它是没有那个early termination fee的 那刚才讲的direct deposit 一般来说是指工资 退休金啊 之类的东西 那如果你没有direct deposit 或者是你的direct deposit的钱 不够满足银行账户奖励的要求的话 那你还可以试一下fake direct deposit 那我们可以在google上面啊 输入doctor credit fake direct deposit 那输入以后呢 点开是这么一个页面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各种各样的银行 支持怎么样的fake direct deposit 那我们拿桑坦德银行来举例 我们点击去看 那这些其实都是网友的datapoint了 我们可以看见 Aliant Ali American Express 这些这么多银行呢 给商产的银行转账呢 是算direct deposit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啊 因为这个银行的系统是经常在更新的 所以说你最好找最近的数据点 有些是好几年前 那个direct deposit 所以说呢 你最好找最近的成功的案例 最后呢 Lubonus要避免那些雷区 首先呢 就是promotional offer code 不要忘记填了 如果你在网上申请的话 如果你在不让去申请的时候呢 你也要注意提醒这个 银行工作人员 这个code不要忘记填了 还有呢 就是你要仔细的读这个 调调款款啊 以前有过该账户的是否依然可以拿到奖励啊 还有呢 有些账户是不允许再拿到奖励前 账户预额为零的 那我自己就有一个教训啊 那是 bank of the west 我觉得我应该都满足要求了 但是三个月以后呢 我没有拿到奖励啊 然后联系银行的啊 客服 客服跟我说 我有一段时间啊 这个嗯 账户的余额是零啊 我就是把钱打进去以后 然后又转走了 这样是不行的 还有呢 是网上开 才有 还是网上和brunch开 都有奖励啊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像我以前住在啊 Wiwomen的时候呢 我看见Keybank是有 这个奖励的 然后心冲冲的啊 从Wiwomen开到 啊 Corella都去办这个Keybank的checking account 然后呢 但是他们告诉我 这是只有在网上开才有的 所以说呢 是白跑一趟 那最后呢 祝大家都能够顺利的 录到啊 checking和saving account的bonus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可以点赞评论订阅 谢谢大家